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电子电气产品被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 电子垃圾成了环境保护的棘手问题 槟城斯里尼蒙瓷激环保教育站 成立至今已有七年光景 除了分类各种纸类和塑料 电子电气废弃物也是主要的回收物 每个月大概150到200公斤的重量 就有好像microwave oven 电脑 风扇 电视机 还有print这些就比较多的 大概有20%是还好好的 可能大概多有10到20% 也是还可以维修的 我们可以来再做维修的 那些不可以维修的话 我们都会卖给一个电气的回收商 一台电脑需要700个化学分子来制造 里面那个化学的东西50%是对人体是有害的 包括一些重金属水银等等 电子垃圾这么多 真正在正确管道去回收的话 只有一个20% 其他的80%可能是不被一个正确的管道去回收 或者是当作是垃圾这样子去丢 E-Lusion 一年前开始积极投入回收电子飞机物的工作 除了在槟城各地植放专用回收桶 他们也是槟城目前唯一一间上门收集家庭电子垃圾的回收公司 我们是透过在住宅区办回收活动 家家户户去敲换门门 然后我们会教育他们回收 不要乱丢而造成垃圾 斯里柠檬瓷器环保教育站志工 将回收的电脑维修改装 再送到校园里 希望每一位孩子都有机会学习操作电脑 因为在家里没有机会 所以在家里没有机会 所以在家里有机会 因为他们可以学习 然后也有经验的经验 所以在家里有机会有机会 所以在家里有机会有机会 所以在家里有机会 赞予电子飞机物第二次生命 避免过度消耗地球资源 是对环境保护的一份责任 大约新闻彭敬仙李嘉宜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那么 您在家里有机会 因为 这次蒙年 很易烦 凡尽 知 至今 我们